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你还是老样子 嗯 哦 对哦 好像还真有一个 怎么了吗 三泽 突然表情这么严肃 那个女人当真的配得上我 嗯 他美得出类把催 我发现她以后就和她商量希望她当模特的事情 可是她却一直没有同意 她好像非常不喜欢被拍照的样子 那大概是因为害羞吧 不过 如果她同意的话 那她一定能成为顶尖模特的 阿灵 你见到她以后能不能帮我说说呢 你这么帅 你说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 哎呀呀 三泽你太客气了 这种小事包在我身上就好了 这种小姑娘 我随便说两句就搞定了 啊 真的吗 那先谢谢你了 我把她的电话告诉你 那接下来就等你好消息咯 在得到了摄影师给的电话号码后 我迫不及待地拨打了那个女生的电话 然后顺利和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到了见面的日子 我准时来到了约好的餐厅 真慢啊 一直以来都是女生等我的 但是这女的居然迟到了 让你久等了 眼前出现的女人实在是让我眼前一亮 不光是种冒出种 在她身上 有一种像是能让人围着着迷的美丽 在请她稍微吃了点东西后 我们走出了餐厅 太奇怪了 像你这么漂亮的美人 为什么不当模特呢 你这么漂亮不拍照不是太可惜了吗 如果你要和我说的是当模特的事的话 那我就要回家了 喂 等等啊 我不是这意思 老实说 当看到她第一眼时 我就沉浮在了她的美貌之下 内心的独占鱼和征服鱼开始蠢蠢欲动 我一定要征服她 让她变成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 之后 我又把她约出来好几次 我得知了她的名字 叫傅江 傅江 我爱你 当我想要亲上去时 她却突然开始高声大笑 你干嘛呀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很伤脑筋的 你什么意思 你难道对我没感觉吗 感觉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完全没有感觉吗 我还是第一次被女生这么说的 哦 你很受欢迎吗 真意外 意外 你不是模特吗 长得还真普通呢 不光是脸 身材也很普通 你 你说什么 傅江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就把我多年的自信打得粉碎 我可是顶尖模特 怎么可能普通 到了晚上 我在家里借酒消愁 主人 那女人 说什么 我很普通 说 说我这个顶尖模特很普通 她是眼睛瞎了吗 哼 想要找什么吗 稍微长得漂亮点 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可恶 啊 傅江 我是哈林了 今天也很开心的 下次什么时候再出来见面呢 别这么说嘛 我爱你啊 忘不了你啊 先当换天狗也不要紧 她越是拒绝 我就越是想把她变成我的摘义物 就这样 我一直挖空心思 用了所有跑牛的手段 奢侈品 高级药理 豪车 只要是她能提出的 我全部满足 不过 不管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傅江依旧是对我的追求无动于衷 终于 我开始渐渐感到不耐烦了 傅江 为什么你对我还是这么冷淡 我有选择的权利吧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里普通了 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 我都是最顶尖的 笑死人 你觉得你和我很般配吗 我告诉你吧 和我比起来 你不过是个没水准的烂火而已 你还真是又普通又自信呢 烂火 你说我是烂火 你以为凭你配得上我吗 你 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 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美人吧 你还真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 我有一群模特女朋友 和专业的比起来 你的美貌根本不算什么 要是我说的话 你才是没水准的那个 你不愿意当模特 不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比不上专业模特 才不想自取其辱对不对 你这丑女 啊 怎么了 生气了呀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你和我说话 该用这种口气 说吧 傅江因沉着脸 转身就走 傅江 怎么就这么走了 我刚才话有点说重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 我和傅江都没有再见面 阿灵 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感觉你有点不在状态啊 没什么了 你是 眼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 眼神空洞的男人将我挡住了 你就是摩托阿灵对吧 嗯 是啊 医生 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治好我脸上的伤啊 这可是我吃饭的东西 如果留下疤痕的话 那我就完了 先生 请你冷静一点 我在冯河的时候已经尽全力不留下痕迹了 可是这是两刀并行的刀伤 而且还划得这么重 现在的医疗视频来说 要不留疤痕确实很困难 不管我怎么请求 医生都表示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 超人气模特 小泉灵昨晚在路上被袭击了 听说她的脸被刀刃割伤 有田先生 这可真是惊人的消息啊 是啊 小泉灵非常受女性欢迎 这件事的影响一定会很大 电视上 正播放着我遇袭的新闻 我抱着一丝侥幸 想着说不定能不留下疤痕呢 当看见镜子上 那道如同无公般争鸣的罢痕 是 我确定 我这辈子完蛋了 出院后 我久违的江富江约了出来 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难道是对我旧情难忘 真不像样子呢 这就是顶尖模特吗 一直都表现得那么嚣张 马上报应就来了吧 你 现在你这张脸 别说顶尖模特了 连普通模特都当不了了吧 要不要我帮你安排个在六本部 拉皮条的工作 哈哈哈 这倒是挺适合你的 富江对我冷嘲热讽 我早就怀疑 那个嫌疾我的人 就是他找来的 看着他继续喋喋不休 我不由得开始怒上心头 我砍上富江的脸后 将他拽上了车 哈哈哈哈 看到了吧 你这漂亮的脸蛋也完蛋了 来 笑啊 继续笑啊 哎呀呀 这伤口个真神呢 真不得了呢 这一下 一定会留下伤疤了呀 富江 你变得和我般配了呢 你想把我怎么样 呵呵呵 我们两个这么般配 当然是要在一起了 当不到模特什么的 已经无所谓了 只要你在 在那一瞬间 我终于得到了 将富江占有的满足感 第二天 当我醒来时 我发现身旁的富江的 脸上的伤菌人不见了 那种小伤 马上就会恢复了 真不好意思啊 在我惊慌吃错时 富江冷冷地看着我说 怎么可能 我明明缺得很深啊 自己长得丑 就想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丑 你这男人怎么这么肤浅啊 不光肤浅 还准得要死 可恶 我叫你笑 我一怒之下 把富江捆在了床上 你刚才说 之前那种伤很快就能恢复对吧 那我就干得更彻底一点 看见富江终于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我开始感受到了愉悦 我用小刀 将富江的脸彻底毁容后 还拿起镜子 让他看了看现在自己的样子 我不信你现在还能自愈 如我所料 这次的伤口并没有复原 不但没有复原 还开始化浓了 并且变得越来越怪异 被切开的肉块 开始分裂 逐渐分裂成了五官的各种部分 随着时间的紧固 变一变得越来越厉害 我感到非常害怕 把富江一人关在房间后 我就躲在了屋外 每到深夜 房里就会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是富江的声音没错 他正不停地嘲讽着我 可怕的是 这声音像是许多人同时说出的 接着 在数日后 当我从梦中醒来时 一个由多个富江构成的 无法形容的怪物 从房间里破门而出 边骤马着 边爬到了我的面前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极度的恐惧了 于是 我在屋里撒上了灯油 接着 我随着一把打 那怪物好像终于消失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森林里 看着水中印出的 那张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 我不禁地流出了眼泪 哎呀 好严重的烧伤啊 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那是富江 而且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富江不一样 之后 我也遇见过好几个其他的富江 他们每个都会嘲笑我的丑陋 还向我炫耀自己的美貌 我不打算就这么酸烂 我已经想到了 最好的包袱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